平安三侯之邓芝 邓芝自博苗 一阳新野人 三国时属汉重臣 也是东汉名将邓宇的后人 汉末时期无人启用邓芝 于是他只好入属定居 后来益州从事张玉 给邓芝项面 说他七十岁时能当大将 公元二十四年 如被入主益州时 与邓芝交谈甚欢 于是如被着生邓芝 邓芝为毗令 后生谦为广汉太守 因为邓芝为官清廉 严谨 颇有志气 于是入朝为尚书 刘备逝世后 邓芝奉命初始无果 并且成功修复了两国关系 公元二二八年 诸葛亮准备尾伐时 命邓芝与大将赵云 假装攻击眉城 以吸引曹真率领的卫军主力 诸葛亮逝世后 七十岁左右的邓芝 领衍周刺史 封阳武亭侯 后来 弗令国人发动叛乱 于是邓芝率军前往征讨 是百姓免受战争的灾难 公元二五一年 邓芝并逝 邓芝性格正直 简单 不刻意修饰情绪 他为将二十多年 一直赏罚名段 体恤士族 受到士兵们的爱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